春节俗成过年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佳节 随着春节的脚步一天天临近 在长沙理工大学 为了帮助海外留学生更好地融入在中国的生活 学校组织他们写春联送祝福体验中国年 连日来长沙理工大学留学生公寓一楼的汉语角热闹非凡 寒假留校的留学生们只要学业不忙就会来到这里 聆听老师为他们讲解中国传统文化 练习毛笔字 和学校邀请过来的当地中小学生进行汉语口语交流 一同书写新春祝福 长沙理工大学国际学院学习与发展中心主任汤璐介绍 目前该校国际学院有近300名来自40个国家的海外留学生 他们当中大多数是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 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性文化的魅力 今年寒假 学校为留下的留学生们精心准备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记者在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角看到 来自多哥共和国的研究生莫松克 与同学和一位中国的小学生共同完成了一幅春联的写作 他告诉记者 自己的本科就是在长沙理工大学绣完的学业 回国工作一年后 2018年他又考上了长沙理工大学的研究生 莫松克说 再度回到中国 除了是想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知识 将来更好的为祖国发展尽一份力之外 更让他难以割舍的还是在中国的朋友们和自己的中国情节 在中国生活的六年里 中国的发展速度和知识储备带给了他太多的惊喜 希望自己祖国和中国的友谊能够越来越浓 我的愿望就是好好读书吧 然后希望多个中国的友谊更加的浓腹 好的日子 中文贡献 很棒的 让你带最好的 最好的 你会来